成龙调侃全红蝉 找你客串拍电影免费行不行 全红蝉回复超搞笑 AI小伙伴们 今天的娱乐圈真是热闹非凡 月26日 全红蝉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条动态 杀出了他与成龙等人的合影 简直是吸睛到不行 不仅有我们的功夫巨星 还有跳水界的想仙女全红蝉 这画面感太强了 简直让人想立马去买票看电影了 成龙的赞美 这边全红蝉一发动态 成龙就火速转发 称全红蝉为国家骄傲 可见成龙对这位年轻小将的认可程度有多高 成龙还强调 两人都是在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师兄 后谁能想到 平时在荧幕上打打杀杀的成龙大哥 居然也会如此问情默默 引年轻后辈送出赞誉 真是感动得我飙泪啊 全红蝉作为跳水界的新星 行界自己的努力与天赋 获得了无数荣誉 真的是不简单 他总是保持着朴素而简单的生活方式 每次看到他训练的样子 都感觉他像是那个永不疲倦的小松鼠 生机勃勃地向前冲锋 不愧是我们的小冠军 努力奋斗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哦 全红蝉的努力与成就 说到全红蝉的努力 大家知道他背后的艰辛吗 跳水可不是随便扑通一下就能成功的 那可是需要无数个日日夜夜的付出和汗水 从小就是在开放的水池里练习 他的坚持和毅力简直了 现在大家看到他在水中优雅入水 根本想象不到他背后付出的努力 而且全红蝉平日里生活得很简单 但他一起训练的小伙伴们 都直呼他比我还少 就连吃饭也讲究青石水果蔬菜搭配 简直就是健身达人啊 不过别看他平日低调 面对成龙大哥的夸赞 他却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太会抓住机会了 成龙的幽默调谈 接着成龙就开始了他的幽默调谈 他提议 全红蝉 要不你来我的便影客串一下 顺便给你当个免费场景 小心脏顺便被谋化 果然是个幽默风趣的老大哥 想想成龙大哥便影里那些高难度的动作 呼之欲出 不过我隐约觉得 全红蝉可能会轻松把这些高难度场景 转转的飞起 全红蝉的回复也是相当搞笑 想必他在训练的时候 没少经历各种高难度场景 但面对成龙的邀请 他却调侃说 哈哈我现在忙个训练呢 等我跳水技术再精进一点 再考虑成为一名功夫女侠 这么乐观又幽默的回应 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 简直是草根密集的典范 全红蝉的个性特点 全红蝉真是一位 率真又高情商的姑娘 和其他一些明星相比 她更像是一个生活中的普通小女生 随时随地都能给你带来欢声笑语 她的这种个性 正是许多人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赛场还是生活中 她都能用自己真诚的态度感染周围的人 想到她和成龙大哥的互动 不仅让我想到了前辈与后辈的传承关系 成龙大哥用自己幽默的方式拉近了与全红蝉的距离 而全红蝉的幽默回击 则让这段互动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让人忍不住想要继续追踪他们的后续发展 结果 哎呀 大家快来一起讨论一下吧 成龙大哥与全红蝉之间的互动 你们怎么看 这种跨界的交流 是不是让你的心也融化了呢 只有像他们这样不断突破自己 勇敢面对挑战 才能赢得真正的国家骄傲称号呀 我们期待着全红蝉在未来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也期待成龙大哥的电影能多一些跳水元素哦 蝉宝的智商情商堪称一绝 成龙问全红蝉 下次有时间客串电影免费行不行 全红蝉竟是这般回应 行日里训练繁忙 没手机都很少卡 微信也不常关注 而且还受恩师承若领管的呢 要不就送几个乌龟玩偶或者几张电影跳吧 这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生意呢 是为了把问题抛给恩师从而避免打扰互动氛围 还是因为恩师一心为国 使得成龙不好去打扰呢 又或是在试探成龙是真心喜爱 还是只为凑流量 倘若真心那就送玩偶和电影跳 毕竟也不值几个钱 薛红蝉的这一回答 其智商体现于既不得罪成龙 又能继续保持互动 情商则表现在能让大家欢乐相处 继续做朋友 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成龙与陈红蝉的相遇 一张合影几军互动 看似简单的明星与奥运冠军的粉丝 见面会 这引发了社交媒体的热议 阅读量突破2000万 这背后究竟触动了大众打扬敏感的神经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跨界互动 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意义 从用户痛点出发 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渴望真实的连接 渴望看到偶像褪居光帆后的真性情 成龙与全红蝉的互动 恰恰满足了这种渴望 成龙一代功夫巨星 在全红蝉面前 展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子凯 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 对后辈的真诚赞赏 全红蝉 跳水天才少女 在成龙面前也展现了小女孩的兴奋与激动 这种平等真诚的互动 打破了人们对明星的刻板印象 拉近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超越合影 体育精神与娱乐文化的交融 原文中提到的博宝一词 并非简单的赞誉 而是深刻的象征意义 熊猫 中国的象征 成龙 中国功夫的代表 全红蝉 中国体育的骄傲 三者的合影 象征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汇聚 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与魅力 这种跨界互动 不仅提升了方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 它促进了体育精神与娱乐文化的交融 传逼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数据佐证跨界合作的巨大潜力 根据尼尔森发布的二而言体育营销报告 体育与娱乐的跨界合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与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合作 以扩大品牌影响力 例如 耐克与NBA球星罗布朗·詹姆斯合作 推出了联名款球鞋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这表明 跨界合作不仅能够提升品牌价值 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案例分析古爱玲体育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古爱玲 不仅在赛场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也凭借其时尚的形象和独特的个性 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 她与多个国际知名形态合作 代言产品拍售广告 展现了体育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古爱玲的成功 证明了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 也为体育与其他领域的跨界合作 提供了新的思路 更深层次的逻辑 构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成龙与全红蝉的互动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明星见面会 更是一次价值观的传递 成龙对全红蝉的赞赏 体现了对体育精神的尊重 全红蝉对成龙的敬佩 体现了对演艺事业的认可 这种互相尊重 互相欣赏的态度 有助于构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偶像观 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 未来趋势 虚拟偶像与真人偶像的融合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虚拟偶像正在崛起 虚拟偶像与真人偶像的融合 将成为一种趋势 例如虚拟偶像 可以与真人偶像进行互动 共同控作作品 甚至可以举办虚拟演唱会 这种融合将为娱乐产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也为粉丝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娱乐体验 权威数据支持 虚拟偶像市场的蓬勃发展 根据爱美咨询发布的 2022年 中国虚拟偶像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虚拟偶像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预计2023年将达到数百亿人民币 这表明虚拟偶像市场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未来将成为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案例分析 虚拟偶像的成功案例 虚拟美妆达人柳叶熙 凭借其独特的形象和创意内容 在感视频平台迅速走红 积累了数百万粉丝 柳叶熙的成功证明了 虚拟偶像的商业价值 也为虚拟偶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原创观点一 打破次元币 构建更广泛的连接 丑龙与全红尘的互动 打破了娱乐界与体育界的次元币 构建了更广泛的连接 这种会计互动 有助于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原创观点二 正能量偶像引领社会风尚 成龙和全红尘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的积极形象和正能量行为 能够引领社会风尚 激励年轻人积极进取 追求卓越 原创观点三 粉丝经济的升级 从追星到价值认同 粉丝经济不再仅仅是追星 而是对偶像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认同 成龙与全红尘的互动 远发了粉丝的共鸣 也提升了粉丝的价值认同感 成龙与全红尘的相遇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合影 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跨界互动 它展现了体育精神 与娱乐文化的交融 传逼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也为我们提供了对偶像 对价值观 对未来趋势的思考 在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跨界合作 为社会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